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亚台商情 我是徐昂 在香港问候您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二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消息是 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就显示到 美国经济复苏仍然是强劲的 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加息可能会提速 尽管有贸易战的潜在负面影响 但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势最稳固的国家 就业 制造业 建筑业 乃至汽车销售部都表现强劲 亚特兰大联储对美国第二季度GDP增速预期 已经高达4.8% 美国5月非农就业增长同样远超预期 失业率降至3.8% 再创新低 恒博社分析认为 企业稳定的招工 加上较低的税收将会提振消费者支出 对市场预期的本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反弹有所帮助 并令得失业率持续走低 路透社分析称 5月工资增速稳步增长 巩固了美联储6月加息的预期 而市场普遍认为加息很有可能会提速 CNBC援引PNC首席经济学家佛谢的观点 目前美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来对抗加息 以及其他的负面影响 而在贸易方面 自华盛顿会面之后 中美双方代表于6月2日至3日 在北京就两国经贸问题再次进行磋商 中方表示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 在农业 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 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 但在相关细节方面 还有待于双方的最终确认 在此次声明中 中方明确表示 中美双方谈判的所有成果 都必须基于不打贸易战这一个前提 倘若美方依旧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 那么双方谈判成果将不复生效 亚太第一位是罗宇嘉 妙豪光 香港报道 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 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你好 我们知道啊 其实在这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 从这个零八年海啸之后 一直来慢慢的复苏复苏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亚特兰大的联储啊 这个对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GDP的预期 是增长4.8%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蛮令人惊喜的 对那其实您看来这个美国这个经济 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的一个状态 美国经济好了 是不是啊 这个意味着说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这个财富的收割也开启了新的一轮挑战 美国经济呢 从零八年之后就开始逐步的回升 在三轮量化宽松之后 那么美国的经济呢 已经开动了它增长的引擎 特别是像这一些科技公司盈利大幅增长 包括一些高端制造业 也出现了盈利的回升 更重要的是呢 零八年发生问题的根源 就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启动 那这样的话 美国经济在这个各个引擎都启动的情况之下呢 增速不断的超出预期 而给美国GDP贡献最大的就是消费的增长 没看到美国消费增长呢也比较稳定 并且失业率降到这个历史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而股市呢在过去九年多的时间呢 美股走出了长牛大牛市的一个行情 那么牛市给美国人带来很强的这种财富效应 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呢 都得到了很高很好的提高 可以说形成一个正面的反馈 所以这个美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呢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强的 确实是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经济好了之后的话 其他的一些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制造业也回流了 或者说他的这个科网啊 还有高科技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他这个利润也开始渐渐的去实现 那其他的一些国家 是不是通过这个货币或者说美元的一个升值 也会出现一些潜在的危机呢 因为经济资产比较强劲呢 美联储加息的次数可能会增加 那么现在预计呢 今年可能还有两到三次加息 今年六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美联储加息呢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 不得不跟着这个收紧 同时美元加息之后呢 美元会进一步走强 这会导致新型市场国家呢 可能这个货币也承压 最近呢确实一些发展中国国家的这个货币呢 表现比较疲弱 港币呢在这段时间表现也是不太理想 那么人民币呢 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小幅的贬值 但是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强劲 这得益于呢 就中国经济的增长呢 这个动力也比较强 就是中美现在两个最大的这个 前两大的一个经济体呢 增速都比较好 那这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呢 我认为是有利的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战 好像还是继续的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而且我们媒体呢 也称作这个谈判也是马拉松式的 最近一次中美的贸易谈判上 双方呢在达成共识基础上呢 也表示说啊 如果美国在征收额外关税 那全部就会失效 大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呢 目前来看也是进入到一个 感觉说是这个变化 也会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情况里面 那您觉得说啊 这个特朗普目前 他的这个主要对华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政策 以及之后的一个走向是什么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性的一个存在 是从4月份 中美贸易摩萨发生以来呢 特朗普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多次的变化 我认为呢 这是特朗普一个重要的谈判策略 就是让谈判对手当中 无法摸清他的真实的意图 同时呢增加谈判的筹码 那么在这个华盛顿谈判的时候呢 中美双方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 核心要点就两个 一个是明确不打贸易战 一个是不互相征税 但是在美国谈判代表 来北京进行第三轮谈判之前一晚上 白宫呢发布了这个声明 就是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高贵地产品征税 这明显是和一周之前的联合声明是相悖的 我认为呢 这就是特朗普的一个谈判策略 希望呢增加谈判上的这个筹码 其实呢 驻美贸易关系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关系 一年有5000多亿美元的贸易 既然能形成这么大的贸易额 说明呢 贸易对双方来说都是这个有利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中方赢得多一点 有的时候美方赢得多一点 但是贸易之所以能发生肯定是共赢的 所以我认为呢谈判最终呢 应该是能解决这个大部分分歧 可能有一些核心的分歧呢 现在这个还无法达成一致 所以呢谈判会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呢 这个贸易战最终呢能够避免 现在所谓的这个征税呢 我认为更多的就是特朗普 个人的一种谈判上的技巧 那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中国跟美国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直是制造业的一个 对 做中低端的 中低端的 对 美国就高端的一些制造业 或者说是相关的 比如说像金融领域 科技领域等等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有人讲说 因为中国自从超越日本的GDP总量之后 其实美国呢 一直以来也把中国当成是 就是说是个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现在会不会出现说 真正把中国开始 视为一个对手 对 在美国其实关于中国威胁论一直没有断 那么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主要是做的中低端的制造业 但是我们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打工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也需要谋求产业的升级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那么在科技方面 那么美国无疑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联合养 我们看一下美国前十大事实公司 七家都是科技国 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都在美国 但是美国担心呢 就是中国科技的发展 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挑战美国的这种垄断的地位 而美国呢是希望能够保持在科技领域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税的话 针对的是中国高科技产品进行征税 事实上我们在印象中呢 中国没什么高科技产品出口给美国 那么咱们进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呢 美国又不愿意进口给中国 因为什么 这个它要出口给中国的话呢 担心有这个技术泄漏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中美贸易之间的这种分歧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在中国这种经济不断的 这个实力不断增强 那么我们出口的这个含金量 在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呢 那么美国有一些想遏制中国的这种 这个快速的发展 这是我觉得最根本的矛盾 是 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也关注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 负债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家一直以来呢 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这个政府经常会关门等等 您觉得它会引发下一轮的一样 这样一个危机吗 美国政府的负债额确实是非常大的 美国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一种结构 居民的财富呢 占比比较大 而政府呢一直是负债经营 并且由两三次政府已经这个显示关门 应该说呢 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负债高 那么也是其他国家比较忧虑的问题 那么现在美国是实际上最大的这个债务国 而中国呢是实际上最大的债权国 相当于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借钱给美国人去消费的 那么从这个关系来看的话 其实中美国一谈判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谈判 并且债务人再向这个债权人交更多的这个利益 这本身呢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对等 事实上中国持有美国最大的这个这个国债 本身呢我认为在谈判上 其实我们是占据主动的 特别是中国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会忽略中国这个巨大的这个消费市场 那么这个美国的企业的话呢 大多数是希望能够和中国进行合作共赢的这种贸易往来 这也是美国很多企业的利益所在 没错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 这个美元每一次走强的时候啊 都会伴随着一些货币的一些风险 那比如说像这个90年代的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啊 还有像80年代的时候 看来这个比如说拉美的地区的一些国家 出现了这个这个债务违约 或者说是债务危机这样的一个爆发 那您觉得说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走强 接下来会不会也会出现这个局部的一些危机的一个隐患呢 美元走强的话呢 会导致一些货币政策 这个货币体不稳定的这种中小的经济体呢 出现问题啊 其实无论是拉美的危机 那么还是97年这个金融风暴 其实当时出现问题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家 像人民币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世界第二大的这个GDP在支撑 那么我们经济增长是比较强劲的 并且增速是超过美国的 所以人民币从长期来看呢 相对于美元并没有长期贬值的基础 这个在前年人民币贬值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就是其实长期来看呢 中国经济是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应该长期来说应该是走强的 那么现在由于美联储加息的美元阶段性的走强 那么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但是现在来看呢 波动的范围还是在口供的范围之内 人民币在加入IMF的SDR之后呢 其实这个币值呢一直还是保持稳定 这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这个国际信用 同时呢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确实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也在复苏 那中国的经济刚刚你有谈到说 也是保持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 那下半年啊 进入到下半年了 我们看这个全世界来看的话 有没有一些风险性的这个资产价格 包括像这个资产啊 这个风险性资产 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隐患吗 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 在近期呢不断的抬头 突破了3% 那么过去这30多年的时间呢 美国的国债利率是单边的下行 这10年来是一直维持在低位 现在有些抬头 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呢 一旦十年期国债利率上升 那么可能会引发呢 一些风险资产的这个下跌 比如说大宗商品啊 股市啊等等 那么这一轮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油价还在这个高位 并且还在上升 而股市的话呢 经过了2月份的大跌之后呢 美股又开始挑战新高 昨天呢 纳指已经再次创成历史的新高 那么为什么美股这一次的表现 要强于以往这个国债利率上升的时候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这种红利 因为科技的广泛应用 现在经济活动的这种中间成本 大幅下降 其实的盈利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而且盈利增长呢 是推动股价创新高的最主要的因素 好的 感谢杨先生的一个分享 我们呢也是稍事的休息 这里呢是亚太申请 我们广告之后见